端节将至县长陈福海14号前往消防局 以感恩的新颁发112年端午节加菜金 并未问消防、易消、救生、房轩、凤凰、牧林救援等单位人员的辛劳 从地体前行名利至公 平时为了社会安宁以及守护金文相亲生命财产安全的付出 实时端午加节前细 感谢现场前来颁发加菜金 打造和谐共好 亲子共荣 美好的机门 谢谢 平时为维护乡亲生命财产安全 消防及消人员部位艰难执行各项救灾救护工作 为感谢他们的付出与奉献 县长特别来到消防局 为每位辛苦付出的消防人员 以颁发端午节加菜经 彼此需寒问暖 八年前就要干净 我想后来都老了 陪我在干县长 请他来帮我忙 然后我们队长 对啊我给他的亲家 都是好事都在经常发生 我再次的回来为乡亲服务 我真的很感恩 感谢我们乡亲再给我的幸会 那我记得八年前 我对小伙伴 我们特别 很有心 今天我们的小伙伴就要做第一年 今天阳几长 说台阳 大厂长这样 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很努力 尤其是我们很多 我们经过这个 要回来给我们 那时候 全台湾各省市 我们就切给他 希望我们今的子弟 可以回来今我们服务 我想我们这一路走来 我感情深受 那里的小伙伴在台湾 那里的父母就希望 可以回来家乡服务 同时可以进行相报 我记得当时 我们的计算 第一印象很深刻 应该差不多一年 差不多一亿七千万左右 其实七五一万 那现在呢 其实已经到了两亿一千万 到两千万 那时候我其实打下了基础 我希望说 我们的小伙伴 要为了仇人 我们的小伙伴 感情再来面对 陈福海县长表示 金门县消防组织逐年成长茁壮 敢配一销团队 长年来默默地付出 政府力量有限 名利却无穷 对职销和谐 勤名利牺牲奉献 团结 为维护地方公安和消防的努力 值得肯定和感谢 请不吝点赞